记者魏锦云桃园报道,幼时曾演出海豚玩恋人则红的童星王新义,一年前涉嫌杀人,当时他24岁哥哥王明义也涉案其中,不料王明义交保后竟担任诈骗集团首脑指挥手下,从事恐吓诈骗及车手等任务,诈骗金额超过2000万元,经桃园警方长期搜证执行扫黑,将王明义等12人一组织犯罪, 恐吓取财等罪嫌疑送侦办,王明义应涉嫌重大,检方申请羁押或准。 卢竹警分局表示,今年6月间接获民众报案,只称住在苗栗县头份市的庄性少年,遭王明义率众自苗栗地区强压制桃园师卢竹区某汽车旅馆拘禁乐署,经查庄性少年被该诈骗集团吸收担任取款车手, 以黑吃黑私吞赃款数十万元被发现,进而遭强压,拘禁,围殴,恐吓并逼逃私吞赃款。 警方表示,以王明义为首脑的诈骗集团成员组织分工相当缜密,犯罪手法主要由电信诈欺击房成员以电话恫吓不特定被害人, 匡称以绑架其家属,至其心神畏惧后,挟迫被害人到指定处所放置现金赎款,并同时指挥取款车手先行到场监控,待被害人离去后下手取款。 警方追查,发现遭恐吓及诈骗被害人多达30余人,遍布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等地区诈骗金额高达约2000万元, 而其所谋车手投及车手得逞后,一,曾及可分得赃款2%至5%作为报酬。 全案金颅竹警分局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兵分多路于桃园市苗栗县境内执行具体通知该犯罪集团共犯等12人到案, 训后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恐吓取材防害自由等罪嫌疑送桃园检察署睁办。